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有个朋友问我这Apple ID 那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去下载游戏 那我说那好那你拿去吧 可能他下载一个国区没有的游戏 我就把我一个美区的Apple ID给他了 那么他又回复跟我说 哎 没有 那我想是什么游戏 他跟我说是英雄联盟 鲁阿鲁的手游版 后来我去网上一查 哎 果然是一个大新闻啊 可能对我这个不是不经常玩游戏的 是不太了解 我觉得是一个大新闻 因为今天是英雄联盟 鲁阿鲁这个手游版的第一天全球公册 也就是28号是第一天全球公册 那么之前呢很长一段时间 是可以给大家去预约下载 那么今天可以正式的开始公册了 那首次的公册地区呢 是七个地方 分别是印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韩国和泰国 也就是说你在北美或者是在英国 法国 中国大陆地区 你的Apple ID都是无法下载到这款游戏的 那么我们想第一时间去玩到这款游戏呢 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到某宝上面去购买一个账号 那我想注册一个日本区的Apple ID账号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全球公册的这么一个重大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呢 带大家用这一期节目全程在手机上面 带大家注册一个日本区的Apple ID 然后下载我们的英雄联盟的手游版 尝鲜一下英雄联盟手游版 那我们继续到电脑上去看一下吧 设置 我们现在需要进到设置 注册一个日本区的Apple ID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登录了我们原有的Apple ID了 那我们需要把它退出 我们进入到设置 点击我们的头像 退出 登录 我们点击没有或者忘记Apple ID 好我们点击创建Apple ID 输入我们的姓名 大方 出生日期我们随便写一个 只要是大于18岁的 应该就可以了 下一步 好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电子邮件 来作为我们Apple ID账号 电子邮件地址 大方bigfungatgmail.com 好我们下一步 好验证一下密码 下一步 所以没有关系啊 这边虽然是显示云上贵州的 但是后 但后续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区域更改成日本 点击同意 输入我们的开机密码 这时候我们需要验证一个电子邮箱地址 去验证一下 或者无法使用iCloud或者App Store 发送验证码 56572 56572 好 好初次注册好我们的Apple ID之后 我们需要再输入一次登录密码 好他说这个Apple ID尚未在Item商店上面使用过 我们需要输入一些账户信息 好这个时候他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所在的所要使用的这个区域 我们选择日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只有日本音乐而不是日本 我们选日本音乐吧 好就是日本啊 这个可能显示错误 好我们选择条款同意 下一页好这个时候 他就跳成了一个日本的界面 我们随便写一个 大方 这个地址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 叫大方 都可以啊 然后这里你必须的 他就必须要填了 市区呢 他要比较真实一点 那我们选择日本的一个地址吧 这个邮局吧 北海道 这边呢 我们就写富良也 这边写北海道 北海道 邮电番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这边是0768799 0768799 电话号码 好像123456789000 都可以 好像后面是8位的 78900 如果他没有出现红色的 就说明是对的 那你这个 线道符如果是不匹配的话 他可能会跳出错误 我们按照我这个视频的教程 来写就可以了 好这边就成功了 他现在这个是日本区的 Apple ID 我们搜索一个 LOL 确定 那么第一个 点击入手 就说明是开始下载 我已经下载好了 他就变成开了 那如果没下载好呢 我就是在下载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叫 Rote Game 拳头游戏公司啊 就是我们这个LOLO的游戏开发商 1.9个器 我们就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好下载好之后打开游戏 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拳头游戏公司的logo 好我选拳 用我的Apple ID来登录 需要让我指纹登录 在这里 塑上我们的email和出生年月 点击红色的箭头下一步 勾选同意并接受 输入一个角色的名字 点击确认 好到这步我们就算正式安装成功了 大家可以录啊录了 好了我们刚才下载好了 非常简单了 我们可以 这边废话也就不多说了 我们大家去尝试一下 去下载玩一下这款游戏吧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呢 希望你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